我想知道,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好不好 那我就在這邊打個竊道 就後來發現,其實還蠻多的 竊道,治安方面的 那它會出現什麼? 有竊道案件統計 還有受理的網路報案統計 住宅、自行車、汽車、機車等等的 那像是這邊呢 因為這邊學生騎家車還蠻多的 然後他就想知道哪邊最容易失竊 後來得到一個答案哪裡呢? 就在丁州路上 因為腳踏車最多 台大名堆腳踏車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住宅、竊道 你可以看這邊有個下載 它就可以下載下來 它是個CSV檔 CSV直接可以用Excel開 打開 那開起來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 如果我希望統計什麼? 統計它第一個問題 哪一區的失竊最多 那一樣的道理 我剛剛講過了 輸入分析表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做 怎麼辦? 沒關係,把它變出來 插入什麼? 一欄這個叫區 不就有了? 只是你要把它怎麼抓 區很簡單 還好,區剛好三個字 而且剛好在第四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插入環數 用什麼? 最近使用過的 這簡單 應該大家都會吧 Test在這裡 第四個字 區幾個字 一定是還有三個字而已 沒有那一區變四個字 如果那一區變四個字 這麻煩了 還好邏輯蠻簡單的 好 這樣你就把它丟到輸入分析表 就有了 而且畫個原型圖 你知道哪一區 切到案件最多 這比較簡單 但是 如果我想知道哪一條路 哪一條路 這麻煩了 這邊還有街 如果市民大道還有道 所以它的名稱可能有什麼路 什麼什麼街 什麼什麼道 三種可能 所以你變成這邊要插入一個什麼? 一個欄位 那個叫什麼? 路街道 什麼路 或什麼街 或什麼道 有沒有 街的話應該可以理解 道的話有市民大道 還有一個叫什麼? 什麼叫道? 養德大道 還有一個叫凱達格蘭大道 不過那邊應該不可能有住宅街道 要不會小偷去偷那裡 可是問題來了 麻煩了 這個地方怎麼? 我如何得到什麼? 這個資料放到這裡 這題就難了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這個當然呢 再怎麼困難還是有辦法 但如果沒有辦法變成你要土法練綱 如果像這種幾千筆資料 你要取資料 但是其實可以配合我們剛剛講到的 φ函數 if-er函數 加密的函數 其實就做得出來 怎麼做? 其實我跟各位講 你分析一下前面的這個字 萬寧街前面是里對不對 中校東路也是里 但是這邊的話是區 這邊底下這個中前路是0 所以它的規則基本上會有三種可能 前面可能是0、里、區 對不對? 只有這三種可能 沒有別的了 0、里、區 那順序的話一定是先0 如果沒有0再去找里 沒有里的話再去找區 後面的剛好是入街道 所以其實前面三個 後面三個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φ 所以如果我現在要找0 你可以從這邊先練習 插入函數 你可以第一個用φ φ什麼呢? φ那個0 0的位置 φ0 這題其實是蠻難的 只是因為順便講一下 然後時間關係我大概比較快 第一個就找到第10 有這個有的話按確定 那你向上填滿這個一定是出錯的 有沒有? 那怎麼辦? 再來的話請你把這個規則改一下 剪下來 你會發現上面什麼? 錯誤對不對? 所以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那就跟他講說 如果錯誤的意思是找不到0 那你就找里吧 所以喔 如果找不到 就找里的話 那這個敘述方法 你可以把公式解下來 插入什麼呢? 如果找不到 if where 跟他講說 如果找不到 把這個東西 如果找不到的話 value if where 是指了什麼? 找不到 那就幫我找什麼? 找里吧 所以這邊改成里就好了 有沒有? 那不就按確定 再向上填滿 里出來了 但是區有沒有? 區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再一樣 把這個公式呢 再剪下來 如果你還是找不到的話 那就if where 所以再貼 那就幫我找什麼? 找區吧 所以喔 再把這個 file有沒有 這個可能還是要複製這邊 把這一串 剛剛的那個 file什麼呢? file里 把它改成什麼? file區 有沒有? 就找到了 向上填滿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跟各位講 那同樣的邏輯喔 後面這個接 這個路 這個道有沒有 其實邏輯喔 跟這個 零里區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 貼過去喔 改成 路接道 就會找到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然後把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減掉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就是它的總長度了 答案就出來了 那怎麼做? 再來喔 這個有點長喔 把這個再減下 插入函數用MID 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star number是什麼? 0里區的位置 有沒有? 把它第九個字 應該是加1吧 找到的位置 下一個字 加1 幾個字 這個很長喔 貼上之後有沒有 就是找 路接道的位置 減掉 零里區的位置 不過這個很長喔 我先貼 貼第一次之後的話 請你把那個什麼 這個 零里區 改成 路接道 如果找不到 就幫我找 先找路好了 找不到路的話呢 就幫我找 找街 路接 可能腦筋 要夠清楚 錯一個字 都不行 路接道 OK 到 好 改完了 這個 減掉 再貼一次 三個字 有沒有看到 萬零接出來了 這個時候的話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全部就完成了 OK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這個公式 非常長 但其實就是推理出來了 所以有時候要解決問題 還不用 不一定要寫程式 寫程式的 當然又是下一個階段的事情 至於這個 後面衍生的樞紐分析表 比如說 哪一區 的那個 治安最差 你自己用樞紐留言 跑一下 然後哪一條街 或者是 治安最差的前十條街 那告訴我一下 甚至是什麼呢 發生日期 有沒有 它這個好像104年 到110年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前 前面的那個 三個字 取出來 然後把它轉換成 用value轉成數字 統計一下 就可以知道 104年 到110年 住宅切到案件 是往上 還是往下 你可以畫一個折線圖 對 你就可以知道 柯P的治安 到底 其實 我是不知道 你們可以自己統計一下 這個還蠻客觀的 我覺得 OK 其他除了這個之外 衍生還有 自行車 機車 汽車 搶奪 一堆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用數據 了解 台北市的治安 或者了解全國治安的話 網路上有非常多這些的開放資料 通通都可以練習 這樣我覺得 至少有說服力 我覺得治安變差了 有的人就覺得 我覺得治安變好了 你什麼依趣 我覺得 那你如果 所以這個 當然如果我們以這個來看的話 其實可以得到一些相關的佐證 所以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把這個資料 我是在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或者你們Google找 台北市資料大平台 然後你在首頁的地方 輸入竊道 也可以找到這個資料 你把它下載之後 就有我們要的資料了 然後因為它裡面沒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什麼 這個區跟路街道 所以我們就插入這兩個欄位 然後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的話相對複雜 OK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因為時間有限制 等於是上到3點10分 現在時間是3點15分 已經超過時間了 不過大概就是幫各位開個頭 至少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Excel真的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其實Excel有非常非常多好用的功能 那我發現大部分都只有用到可能不到一層 它其實真的能夠做到的事情 遠比你想像中還多 而且這個工具基本上每一台電腦都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分析相關數據 真的打開就可以了 審時又方便 OK 所以 那今天的部分後面 大概後半段我也有把它錄影下來 如果你今天有填問卷 有E-mail信箱的話 那我會把這個影片 直接就寄到各位的信箱 那當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歡迎可以再用E-mail 或者是其他方式跟我聯繫好了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先做一個結尾好了 OK 謝謝大家